欢迎来到果然八姐 关注订阅不迷路 八姐带你吃糖磕瓜 今年无疑是演员 陈哲远资源大爆发的一年 跟照路斯岭闲主演的 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热播之后 他的资源好像就上了一个台阶 陈哲远手上的资源特别多 目前正在拍摄一部 央视大剧《暗夜雨黎明》 而除了这部剧之外 他的双男主剧《沙破狼》 以及《仙剑4》也都是存货 虽然《沙破狼》可能没有办法 跟观众们见面了 但是《仙剑奇侠》转四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陈哲远目前正在拍摄的 一战剧《暗夜雨黎明》 阵容非常强大 这部剧不仅有聂远加毛 而且还有王志文老师 最重要的是还加入了 狂飙的三位男演员 看老戏古飙戏 就会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 绝对特别爽 而除了那部央视大剧之外 陈哲远接下来的剧 差不多也已经敲定了 这部剧就是白色橄榄树 一共有40集 现在已经备案 一季九月份即将开机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 是一个女记者和爆破工程师的故事 女记者在动荡的时候 执行任务被男主给救下 两个人因为相同的理想和契合的 灵魂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这剧看起来也是有点意思的 不过因为是九月系同名小说改编的 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男主角在剧中的弯帽式眼眸清澈透亮 像水一般的人物 笑起来特别好看 眉眼弯弯的 陈哲远好像还挺适合的 而这部剧中的女主角也是一个大熟人 女主暂定王玉文 眼睛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 小家碧玉型的 非常漂亮 王玉文之前拍过很多电视剧 少年派 夏至未至 九州天空城二等等 然而我最喜欢的一部剧就是《胆小鬼》 之前只感觉这个女孩子的演技不赖 看了《胆小鬼》之后 谁深的被感染到了 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女孩 电视剧白色橄榄树目前已经被案 如果陈哲远和作王玉文 大家觉得这个组合还OK吗 陈哲远从出道以来出演了七部剧 已经铺了两部 铺了三部 先说说他演的哪两部剧铺了 首先我们知道早年间刚出道的陈哲远 由于没有背景没有人气 所以资源自然就不好 因此只能参演一些小成本的网剧 让人一言难尽的是 陈哲远搭档的女主也是 让人不知道怎么评说 第一部剧就是和李兰迪演的秘果 陈哲远的手部主演电视剧作品 和他搭档的李兰迪 也是初出忙碌的一个小演员 此时的李兰迪还没有什么演技 剧中经常失去表情管理 演技 台词都不是太纯熟 所以感觉两人毫无CP感 显然一部剧的失败也不是诠释演员的错 作为一部校园剧 剧中高中生活已经脱离了现实 人物逻辑混乱 角色也不明确 总之这部剧没有起到任何水花 仿佛石沉大海 第二部剧就是和李莫之眼的凤利九天 这部剧是陈哲远 所有作品中评分最低的一部 只有四分 关键女主李莫之掌的扑普通通 五官扁评 毫无特色 出来的几秒钟让人很想退出去 为了凸显女主的颜值 剧中只能把女配弄得丑一些 尽管如此观众还是咬牙看下去 因为陈哲远的颜值和演技 第三部剧《亲爱的活祖宗》 李陈哲远饰演的是会飞檐走壁 一幕时红的小年将军真俊 此外在绝代双胶中试验完事不公 性格不拘一格的昏昏小鱼儿 只可惜这两部剧都没有大火 但却为陈哲远积累了不少人气 演技也得到了提升 所以接下来的剧一部比一部优秀 2021年沉寂多年的陈哲远中鱼 凭借周四月一角小火了一把 剧中她言如冠狱 目若星辰 内心温柔善良 让很多观众得到了认可 当然女演员徐梦杰也是表现非常不错 除了台词不尽人意 但也比较符合剧中人物软弱的人设 最主要是女主甜美可爱 还有一些些小叛逆 在剧中俩人并没有太多的吻戏 只是用微妙的表情和动作 就把情绪达到理想的阶段 最后就是和赵露丝 合作的偷偷藏不住 这部剧能够大火特火 赵露丝真不愧为九五后的人气小花 不仅颜值高 演技也自然 油量也高 自然这部剧热度不会跌了 赵露丝可能是陈哲远合作众多 女演员中演技和颜值最高的一个了吧 剧中赵露丝演的桑志少女好满满 天真可爱 烂满 陈哲远演的段家许温柔善良 有一种天然的暖男气质 剧中就连饰演赵露丝的 哥哥马伯谦也是一个亮点 颜值高又搞笑 整部剧情节搞笑 颜值高又下饭 因此可见一部剧会不会大火 剧本固然重要 当好的搭档也是同样重要 这样才能互相成就 只是不知道陈哲远在偷偷藏不住 之后还会不会大火一把 要说能火 赵姐功不可没 什么叫做以身作则 看看人家赵姐 教远哥接吻 怎么接才能指数不由呢 有人拿偷偷中的段家许 和我的人间烟火中的宋燕做比较 结果网友直接不干了 明明一个又素又甜 另一个全是游 那么多剧都没火 天面跟赵姐一部剧就带火了 赵姐这汪夫体质了得呀 中国流量女星赵露斯 近期凭借校园甜宠剧 偷偷藏不住的成功 成为95小花中的翘楚 而她目前带播的剧集 只有一部古装剧神影 该剧在4月份杀青之后 赵露斯一直投入偷偷藏不住的 宣传活动和神影的后期配音工作 并且还未能禁组拍戏 最新消息透露 赵露斯将在9月份参演一部 名为朱林立木的古装剧 这部剧有望由范长长担任男主角 这个新搭配也让人们相当期待 今年赵露斯参演的剧集包括 中一剧后浪和校园剧偷偷藏不住 尽管后浪在剧情编排上 存在一些瑕疵 比如女主角孙头头的人设过于天真 以及剧情中出现了 情人变兄妹的狗血情节 但赵露斯凭借她自然的演技 依然将该剧演绎的非常成功 深受观众好评 而朱连玉木是一部 以女主角为中心的成长剧 讲述了初唐时期一位名叫 端午的采珠少女的故事 为了避免受到欺凌 她逃离了采珠场 并加入了速特行商燕子精的商队 凭借她灵活的头脑 她开展了一系列珠宝生意 并与年姻娘子月银秀 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然而端午却被卷入了 燕子精设下的生死局 差点丧命 在命悬一线之际 她再次与诗人张静燕 重逢并相助 成功逃脱困境 之后 她与郑之恒对峙 并最终逆风翻盘 重夺行手的位置 带领杨周行贿 再次攀登珠宝艺术的高峰 朱连玉木女主角 确定由赵露斯出演 而男主角的选角则引起了 众多粉丝的热议和讨论 目前传出最有可能的人选 是范冰冰的包弟范诚诚 范诚诚在综艺节目 跟跑把兄弟中表现出色 并且在电视剧层少年中 与关小童有过浪漫的吻戏 她手上的资源不断增加 人气也在逐渐上升 成为公司力捧的对象之一 然而 范诚诚过去在古装剧《灵域》中的扮相 曾被批评为古装丑男 如果真的与赵露斯搭档出演《株连玉幕》 是否能够改变这样的负面评价 这也备受外界的关注 除了范诚诚 还有其他三位男演员也被 网友讨论为男主角的候选人之一 其中包括与赵露斯合作 过偷偷藏不住的陈哲远 两人展现出了十足的CP感 网友们也期待着能够看到 他们再次合作演出 不过 陈哲远似乎已经接下了新的剧集 时间可能会造成问题 无论最终由谁来担任男主角 《株连玉幕》所描绘的女主角的 成长历程已经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因此无论男主角的人选如何 相信该局都将为观众 带来精彩的表演和故事 同样期待赵露斯 在《株连玉幕》中的亮眼表现